在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上 执行S2A积木 那看得到现在我们有积木 可是这边是红灯,所以没办法执行 那这时候启动我们的S2A连线程式 那如果你要执行蓝牙连线 你必须先把蓝牙连线连线成功 首先我们测试蓝牙连线 执行之后 他会问你要用连线的方式 我们现在选择蓝牙 确定 好,这时候你会看到它连线是IFCOMMD 看到这串英文字 就表示你连线成功 那你回来看这边积木 它就是已经是绿灯 而且执行之后 这个灯是会 灯是会亮的 灯是会亮的 好,我们两个LED灯是会自己自动亮的 好,这是蓝牙连线 那如果不是蓝牙连线呢 那就把这个视窗关掉 视窗关掉 看这边又没有了 又回来了 那这时候你把蓝牙模组拆掉 剩下 USB连线 再一次执行我们的连线程式 选择USB连线 好,这时候你会看到它连线的是 TTYUSB连线 连线成功之后 然后这边一样灯会亮 那回到我们的起司 让它再走一次 好,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灯又会再闪 好,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灯又会再闪 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灯又会再闪